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刘安一生休息到家 好精进无尾 据说他后来得到成仙 飞升而去 不过 在他飞升之前 给人间留下了一道美味 豆腐 在明朝时 寿县归南直立凤阳府管辖 家境年间 寿县有个男子叫李纯 他被人诬陷后 竟然牵扯出了一桩奇案 一天 几个年轻人匆匆来到县衙 敲响了明冤谷 片刻后 衙门大门打开 一般衙役分裂两边 刚上任的县令方大人 慢悠悠地坐在公案后 喊道 堂下何人 敲谷明冤所谓何事 其中一个年轻人回道 大人 小人刘石 家父昨晚回家时被一只怪物袭击 不知而亡 请大人为小人做主 方大人听到有怪物出没 坐直了身子问道 可知怪物是什么样子 刘石回答 家父说像是老虎 但是却长着蹄子和尖角 具体长什么样 晚上太黑没看清楚 方大人听后仔细琢磨 也没有想明白这是什么怪物 他问一旁的师爷道 师爷 你可知道这怪物是什么吗 师爷摇摇头回道 世间怪事怪物何其多也 咱们不可能全都知道 还是让捕快去现场查一查在下定论 方大人点头称是 下令道 明捕头 你跟着刘石走一趟 师爷辅佐你一块查探 捕头灵雅出列回道 遵命 大人 灵雅和师爷带着几个牙衣 跟着刘石到了其父被袭击的地方 这是一处田野 是刘父从田里回家的必经之路 刘石指着一处杂乱的地方说 我父亲说就是在这儿 他刚刚走到这里 怪物突然从一旁窜出袭击了他 灵雅走到近处 蹲下来仔细查看 只能看到灵乱的脚印和一些血迹 其他的一无所获 师爷走到他身边问道 灵捕头有什么发现 灵雅站起身 拍了拍手上的土 摇摇头道 没什么发现 只是一些脚印罢了 不过 我认为有可能不是怪物商人 一旁的刘石听后脸色煞白 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说 大人 小人没有说谎 灵雅摆了白手 说到 没有说你说谎 不过你也说晚上太黑 你父没太看得清楚 所以袭击他的有可能是普通家畜 也有可能是人 师爷插话道 人 灵捕头是说可能是人为作案 有什么平均吗 灵雅笑道 师爷有所不知 此处往前走三里 方过山后有一处清泉 清泉干裂 城中妇人积喜好此水 不过路上难走 多会雇一些挑水工来取水 受限的美食豆腐 也以此地的水最佳 师爷道 即便如此 也不能认定世人所为吧 灵雅回道 当然不仅如此 一般而言 怪物伤人 要么吃肉 要么饮血 要么虐杀 刘石我问你 你父亲回家后 可有失血过多或者其他一样 刘石想了想道 没有 他只是身上受了些擦伤 大夫说他更像是京剧过度而亡 灵雅一拍手道 那就没错了 既然不是怪物 那么便是有人图材害命的可能性更大 刘石连忙说道 可是我父亲身上并没有贵重职务 灵雅笑道 可是凶手并不知道 临时起义伤人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师爷问道 灵捕头 那接下来怎么做 灵雅眼中精芒一闪道 排查所有的挑水工 凶手一定在他们中间 受限 一家名叫美味的豆腐方前 李纯卸下身上的水桶 把她倒进一旁的水缸中说 与娘 我来了 话音刚落 一个身材娇好 面容秀丽的女子从屋里走了出来 地上毛巾说 辛苦了 与娘 美味豆腐方的老板 也是李纯的未婚妻 号称是受限的豆腐西施 与娘的豆腐用的是精选黄豆和清泉水 味道美味 深受受限百姓的喜欢 她一个人支撑起了豆腐方 非常辛苦 李纯是挑水工 在给与娘送了几次水后 二人互有好感 便定立了婚约 还有两个多月就要成亲 李纯也是受限人 她的父母早逝 从小便已给人干杂活为生 踏踏实肯干 遇上了同样勤劳的与娘 二人几乎是一见钟情 李纯接过毛巾 擦了擦汗笑道 不辛苦 你每天做豆腐才辛苦呢 受限人能吃上你做的美味豆腐 真是他们的福气 与娘被李纯打去的面色通红 这时 两个牙医走了进来 对李纯说道 李纯跟我们走一趟 李纯疑惑道 二位差人 是什么事 牙医回答 少废话 跟我们走就是了 说着 便上来抓住了李纯 与娘想要求情 却被牙医一把推开 李纯扭头说道 与娘 你就待在家别乱跑 我肯定没事 你等我回来 牙医把她的手一捆 压着她离开 与娘在后面泪水直流 哭红了眼 大疼之上 方大人正在和师爷窃窃私语 师爷 灵牙抓了这么多人 靠谱吗 方大人问道 师爷回答 李纯说凶手一定在这些挑水工中 方大人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从早上到现在 他已经审了十二三个挑水工了 他们都有不在场的证据 方大人开始怀念他在家里的生活 方大人出身富贵之家 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富二代 他原本也没什么志向 可是家里给他捐了一个官 让他到地方上历练 所以 他只是想着安稳地在受限干几年 平平安安离开 不想多惹麻烦 正在二人谈话之际 李纯被牙医们带了进来 方大人立刻正经为坐 问道 堂下何人 所放何事 李纯跪在地上道 大人 小人李纯 是个挑水工 也不知为何被积压 失业在一旁坑了一声 方大人问道 你昨天有没有去后山清泉处挑水 李纯回答 我每天都去 灵牙插话道 大胆李纯 把你如何害李老头的事 据实交代 李纯震惊到 李老头被害了吗 灵牙冷笑 你果然认识他 李老头家人报案 昨天李老头被人袭击 正是在你挑水的必经之路上 说 是不是你谋财害命 李纯大喊冤枉道 我和李老头无冤无仇 为何要害他 灵牙说道 听说你快要成亲了 是不是 李纯不知道灵牙 为何突然说这件事 她回答 是 灵牙道 你成亲需要一大笔钱 但是作为挑水工 你收入微薄 因此心生歹意 抢劫李老头 事发后逃离 李纯芒说不是自己 可是灵牙不由分说 让牙医打了她十个大板 然后把她押到了大牢里关押 方大人和师爷都很震惊 灵牙拱手道 大人 我办案无数 这人嘴硬 只要把她关上一阵子 她才会招 方大人和师爷点了点头 回了后衙 豆腐方内 玉娘在焦急地等待 这时 一个人走了进来说道 李纯有难 灵捕头可救她 说完后 不等玉娘追问 她就匆匆离开 大牢里 李纯趴在地上 疼得她呲牙咧嘴 旁边牢房中的人问道 兄弟 你犯了什么事进来的 李纯扭过头 看到一个满身污垢的男人 他说道 我是被冤枉的 男人笑道 来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说他是被冤枉的 李纯问道 那你也是被冤枉的 男人回答 我是不张言惹到了灵捕头 在他门前撒了一泡尿 李纯一脸的不相信 道 撒了一泡尿就把你抓进来了 男人道 就是如此 这辈子想出去都难 李纯没再说话 他在想是不是自己 也无意中惹到了什么人 灵牙家门口 玉娘在门前纠结是不是要进去 最终 他下定了勇气 敲响了灵牙家的门 没过一会儿 灵牙打开了门 他看着玉娘 笑道 你来了 玉娘回答 灵捕头 求你舅舅李纯 灵牙道 救他可以 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玉娘问 什么条件 灵牙走上前 一把抱住了玉娘道 嫁给我 玉娘使劲挣扎道 放开我 我有未婚妻了 灵牙冷笑 我知道 不就是李纯那小子吗 他哪一点能比得上我 其实 灵牙早就看上了文明县内的豆腐西施玉娘 没想到却被李纯杰族先登 玉娘还想挣扎 灵牙道 你若不答应 那小子一定会死 你若答应 我会放他一命 你自己想清楚 玉娘听后 放弃了挣扎 眼中泪水直流 灵牙大喜 把玉娘抱到了床上 二人游龙细放 一夜共赴乌山云雨 第二天 灵牙神清气爽地走进衙门后衙 对正在洗漱的方大人说道 大人 属下有罪 请大人言诚 方大人好奇问道 你犯了什么罪 玉娘道 昨夜我经过探查 发现了此案的疑点 李纯是被冤枉的 真凶已经被我找到 抓进了大牢 请大人降罪 方大人回答 领捕头 何出此言 办案难免会有失误 只要抓到了凶手 你不仅无罪还有功 灵牙盲点头称是 当她离开后 失忆也进了方大人的房间 大牢里 御族打开了李纯的牢门 说道 出来吧 你可以走了 李纯刚站起身 旁边牢房的男人说道 你可真有福气 进了这鬼地方还能出去 李纯向她拱了拱手 然后跟着御族走出了牢房 李纯回到了豆腐坊 想要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告诉玉娘 却发现豆腐坊关门了 她没有找见人 就问旁边开饭铺的老王 老王摇摇头说 她今天早上就没开门 也不知道去哪儿了 这时 一个石客问 你们是在找豆腐西施 李纯急道 你知道她在哪儿 石客回答 知道啊 今天领捕头娶妻 娶的就是豆腐西施 现在南城可热闹了 李纯听后 脑袋轰的一下乍响 她揪住石客的领子道 你说什么 石客怒道 你这人要干什么 老王连忙跑过来拉开了两人 给石客不断道歉 李纯则是跑出了饭铺 向着南城狂奔而去 此时 南城林雅家正张灯结彩 林雅站在门前 穿着喜服迎接来客 大家纷纷向她道喜 领捕头能取得豆腐西施 郎才女貌 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云雅回答 哪里 哪里 这时 一道怒喝响起 云娘 你快出来 云雅眉头一照 看着发狂的李纯 哼道 小子 你刚被放出来 是不是又想进去了 周围的客人全都站在一旁 进入寒蝉 李纯怒吼道 你把雨娘放出来 林雅没有回答 她给手下使了一个眼色 立刻有三个人出来 围住了李纯殴打 李纯被踹倒在了地上 她抱着头 不断有人踢在她的肚子和后背上 可是她都没有求饶 旁边的宾客们也是面面相去 可是没有一个人敢上前劝阻 过了好一会儿后 雨娘从家里跑了出来 她对林雅说 你答应了我 要饶过她 林雅这才让手下住了手 看着躺在地上的李纯 雨娘眼中满是心疼 不过她还是冷声道 李纯 你不要再缠着我了 我现在是林雅的人 我们一刀两断 林雅用手勾住雨娘腰 看着李纯不屑道 听到没有 以后不要再来纠缠她 及时已道 拜天地 说着 她搂着雨娘转身进家 其他的宾客们也跟着进去 只留下李纯一个人躺在地上 许久之后 她站起身 一瘸一拐地离去 李纯往回家走 她的家住在城外 路上 李纯十分悲伤 她和雨娘两情相悦 却没有想到落得这个下场 她走到了河边 看着水中的自己漠然不语 她用水洗了把脸 在转身离开的时候 看到了一头老牛 趴在地上一动不动 她走了过去 发现老牛身体上有余温 但是已经死亡 她叹道 原来你也和我一样可怜啊 到死的时候什么也没有 今天我为你收敛尸骨 也不知道我死的那一天 有没有人会为我收尸呢 李纯挖了一个大坑 把老牛葬了进去 拱手行礼之后才离开 晚上回到家 她在睡梦中的时候 老牛出现在了她的梦中 老牛道 谢谢你收敛了我的尸身 让我免受其他腐蚀动物的啃食 我管你不日将有大难 拿着我的牛角可救你一命 说完之后 老牛向李纯行了一礼之后 消失不见 李纯被惊醒 发现枕头边确实有一个牛角 她心中大害 她把牛角藏在了枕头边 方便自己及时娶到 再说与娘 灵牙娶了她之后对她很好 至少比她卖豆腐时的生活 要好了很多 不过 灵牙此人花心好色 不仅流连青楼 还与多个女人有染 与娘也不管她 她心中满是李纯的样子 经常偷偷哭泣 一天晚上 她在窗前抹眼泪的时候 被灵牙撞见 你是不是还在想着那小子 灵牙问道 她一身酒气 刚刚从青楼里出来 与娘淡淡地回答 没有 自从嫁过来后 她一直是这种清冷模样 对灵牙不慎搭理 灵牙心中愤怒 她道 我这就派人去做了那个小子 与娘这才慌忙道 不要 灵牙健壮 更加愤怒 她心中有火气 更有邪火 她一把抱起与娘 把她摔在了床上 一声火气都发在她的身上 这天以后 灵牙开始变本加厉 她不仅发现火气 还凌辱与娘 对她又打又骂 甚至出门的时候 还要把她锁在屋子里 灵牙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 认为全都是李纯的错 如果没有她 与娘早就从了自己 她心中怨毒生气 当下做了一个决定 晚上 李纯正在睡觉 忽然枕头边的牛角 发出了亮光 十分刺眼 李纯被惊醒 拿起牛角翻身而起 她打开门 在院子里转了一圈 什么都没有发现 奇怪的是 院中槐树在院下没有影子 正当她疑惑时 一声吼叫从右边传来 李纯转身看去 只见一个长着尖角 行似老虎的怪物向她扑来 她猛地往后一退 避开了怪物的袭击 她盯着怪物 身后却传来了一个声音 李纯 你早该死了 李纯慢慢转个身 发现来人正是灵牙 她心中顿时明了 灵牙和怪物是一伙的 她震惊道 你在为怪物做事 灵牙冷笑道 你说错了 豢养她的人是我 我才是她的主人 李纯道 那害了刘老头的人是你 你为什么要害我 灵牙道 当然是为了羽娘 可惜她不知好歹 竟然选择了你 李纯毛问道 羽娘现在如何了 灵牙道 放心吧 过了今天你再也见不到她了 上吧 阿宝 怪物听令 向李纯扑来 李纯四处躲闪 还是被怪物抓了很多伤在身上 灵牙在一旁观战 心里十分痛快 只要李纯死了 她不信羽娘还会对她冷淡 忽然 李纯向她冲过来 手中还拿着一个发光的牛角 刚刚 李纯一直把牛角藏在身上 趁着灵牙走神 她想先跑过来解决灵牙 李纯冲到灵牙跟前 把手中的牛角向她扎去 灵牙猝不及防 眼看就要被扎到时 怪物撞开了灵牙 牛角狠狠地扎在了怪物的身上 熬屋 怪物一声痛叫 扎在她身上的牛角上的白光 却越来越亮 颈刻间犹如火焰般把怪物焚毁 牛角也化作了飞烟消失 不 灵牙大喊着跑到怪物消失的地方 凶狠地看着李纯 灵牙在做捕快之前 是一个山匪 怪物阿宝是她在山林中发现的 当时阿宝十分瘦弱 差点被一头野狼咬死 灵牙赶走了野狼 把阿宝救了下来 之后 灵牙藏匿了阿宝 亲自抚养 阿宝一天天长大 把灵牙视作父亲 灵牙也是她为子 阿宝帮了灵牙很多 帮她聚敛了大量财富 后来 灵牙金盆洗手 洗白上岸做了捕头 现在阿宝已死 让她如何能不悲伤 灵牙愤恨地看着李纯 抽搐了药刀说 你必须付出代价 说着 她挥刀砍向李纯 李纯没有了武器 只能不断躲闪 就在李纯快要招架不住的时候 一个声音传来 灵牙 束手就擒 灵牙回头看去 只见是方大人和师爷 正率着一群牙医和百姓赶来 方大人高声道 灵牙 你的事发了 不要再做抵抗 灵牙看着方大人 感到有些不可置信 方大人自上任后 一直秉持着清静无为的姿态 对事务并不上心 因此灵牙才敢欺上瞒下 坏时坐镜 她没想到 方大人竟然还有几分胆气 另一旁 方大人也有几分得意 她原本是不想多管闲事 不过灵牙的行为漏洞太大 前后矛盾的做法 让她不得不心生怀疑 于是 那天在灵牙离开后 她就请师爷派人看住灵牙 皇天不负有心人 师爷派的人看到了灵牙的秘密 并且禀告给了方大人 方大人听到怪物之事为真 当下轻点了人手来抓灵牙 在她看来 如果她立下了大功 或许就能很快调走了 岂不美哉 在带人来抓灵牙时 路上遇到了刘石 刘石一听要抓害自己父亲的凶手 当下纠集了很多村民一同前来除害 刘石怒喊道 灵捕头 没想到你才是凶手 灵牙此时被团团围住 想逃也逃不掉 无奈之下 他把妖刀一扔投降了 刘石等人想要冲上去殴打灵牙 却被方大人制止 方大人清了清嗓子道 罪犯已经伏法 尔等不可妄动私刑 一切皆因案大名律处理 此时 方大人已经成了百姓心中的青天 刘石等人全都应诺 方大人不禁有些得意 在压着灵牙离开时 李纯喊道 灵牙 雨娘在哪里 灵牙心如死灰 淡淡地回答 就在我家里 你去找吧 李纯来到灵牙 看到她家门紧锁 高声喊道 雨娘 你在里面吗 雨娘被锁在屋里 听到了李纯的声音 兴奋地回答 我在 李纯踹开了门 看到了雨娘 激动地和她抱在了一起 片刻后 雨娘推开了她 害怕道 你快走 别让灵牙发现 李纯道 放心吧 灵牙已经被抓了 雨娘声音微颤耳 真的吗 李纯坚定地点了点头 在得到肯定回答 雨娘失声痛哭了起来 李纯不知道雨娘 为何突然痛哭 直到看到了她手臂上轻狠 然后紧紧地抱住了她 灵牙被方大人判处了展力爵 得知了这个消息后 百姓们纷纷叫好 在她被醒醒的那天 上百人前去看热闹 李纯娶了雨娘 和她一起经营豆腐方 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十分美满 她也会抽空拿着酒 到埋葬老牛的地方 请她喝一杯酒 感谢她的救命之恩 方大人后来高升了 不过她为民作主的事迹 却在当地广为流传 皆称其为方青天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看完这个故事后 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 欢迎在下方留言 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 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